大家有遇到过负重太多,然后不能走的问题吗? 今天的影片会教大家几个搬运的小技巧。 一开始的时候,大家应该都会把东西丢在地下,慢慢捡过去吧。 但是这个太慢了,不考虑。 当玩家到达12级的时候,古代技术里面有一把武器叫爪勾枪。 爪勾枪可以让你无视身上负重使用, 然后可以飞到指定的位置,利用爪勾枪就能把东西放到箱子里面。 我自己制作了三把爪勾枪,很方便,如果只有一把爪勾枪也能用, 可以卸除在桩上,就能重置CD。 第二个方法叫正常,是利用帕鲁帮我们运输。 17级的时候,可以制作波纳兔道具。 波纳兔的作用就是会帮玩家捡道具。 就算是叠在一起的它,也是一秒就能捡回来,缺点是比较难控制。 因为当你有专属道具,它就会一直存在比较不弹性。 下面是搬运材料的技巧,适合相同据点搬运,或是据点之间搬运。 就是刚刚提过的爪勾枪大法。 还有一个,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搬运小技巧,先把材料放到箱子里。 然后,拖拉的时候,当鼠标出现那个材料时,按下TAP它就会一直显示。 然后,去另外一个箱子里,再放下,就能完成搬运。 那么,以上就是搬运的小技巧啦,谢谢各位观看。 。